柯文哲跟吴欣怡的关系 完全是建立在搞钱的基础之上 黄山先生帮他搞金华城 也是搞钱 谁搞的钱多 谁就比较红一点 到底吴东静跟吴欣怡 有没有给柯文哲钱 我在这边跟大家保证 有给钱吗 当然是有嘛 为什么钱呢 他那个99999是在干什么 99999里面一定就有 就有政治现金嘛 有大笔的政治现金嘛 吴东静难道给他女儿 当个副分局立委 他一毛都不花吗 柯文以为说 以为柯文哲内心的第一 甚至他内心唯一的唯一是黄山珊 你也看出他在这个任务内 最后的事 我今天要出书 我帮你出书了 你今天要做展览 我给你展览 那你要所有东西 现在连局处 连局处单位 都在周末 帮这个黄山珊去拿牌 帮黄山珊去助选 全力在帮忙 可是搞了半天 柯文哲心目中 真正的唯一 真正的第一是吴欣宜 柯文哲的心目中 也不是吴欣宜 也不是黄山珊 柯文哲他有一个最重要的 做人原则 什么做人原则 往这个 人往高处爬 人往高处爬 要虚从于权力及富贵之下 他的人生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看到 星光这个案例 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 他想要跟吴东京交往 他想要跟吴欣宜交往 对 那我们现在来讲 当时来派吴欣宜当部分区立委的时候 我就觉得非常奇怪 为什么 吴欣宜根本 他在台湾时间 他在 他的这个整个就学的过程 跟台湾是脱节的 虽然他在星光担任重要职务 当副总经理的 但是我们后来看 他在立法院的表现 你知道 讲话也讲不清楚 他对基本的知识也不足 他根本是一个不足于 能够担任立法委员的一位小姐 当立委就很过分了 对不对 还给他当副总统 就越来越过分 对 他干嘛 他干冒大不委硬干 那其中的目的何在 他人他这两个目的 一个是他会当选为民 一个是他为利 搞钱 所以柯文哲跟吴欣宜的关系 完全是建立在搞钱的基础之上 非常简单的事情 那他能够搞钱这个事情 那当然这个 尤其出身背景又好 所以柯文哲一定对他有期待 那你过来看黄三三 比较的话 一样啊 黄三三帮他搞金华城 也是搞钱 所以他们两个是在业务竞赛 谁搞的钱多 谁就比较红一点 谁就比较能够得到 皇上的宠爱 皇上的关爱的眼神 不是这样子吗 但这两个不违背 所以你看到没有 吴欣宜的案子里面 看不到黄三三的痕迹 那同样一个事情 所以吴欣宜就是担心到 你看到星光的过程当中 他的方法很非常简单 就是我东西给你 就是土力给你 那土力这个事情 要有法律上的证明 所以不管星光的任何一个案子 都必须要有建构在法律上的条件 法律上的条件 就是内部 就是我们现在知道 要违背法令 违背要明知违背法令 那这个事情呢 让调查局让这个简年去烦恼 可是有一个东西用尝试就可以知道的 到底吴东靖跟吴欣宜 有没有给柯文哲钱 这很简单的道理吧 我在这边跟大家保证 有给钱吗 当然是有嘛 为什么钱呢 他那个99999是干什么 99999里面一定就有 就有政治现金嘛 有大笔的政治现金嘛 吴东靖 难道给他女儿当个副分局立委 他一毛都不花吗 那些好的人你不一定要欲验的嘛 有因为给吴欣宜的唯一理由就是 不是你有多大的才华嘛 因为你有多的钞票嘛 就看在你多金的份上 这犯法吗 不 这个不知道 所以你听我讲哦 我们原来认为不犯法 现在看起来犯法 为什么 为什么 今天我问你很简单嘛 他们有没有对价关系 他有没有给柯文哲钱这件事情 有 什么钱 政治现金 百分之百吴欣宜在过程当中 有没有帮柯文哲募款嘛 吴欣宜有没有人 因为吴欣宜当副总统的过程当中 把钱给你了 他有没有人把钱给吴欣宜嘛 有嘛 那这个就叫做对价 这就叫金流嘛 所以这位好小孩 连吵都不要吵架 只有一个判定的问题 简单外认为说 你这给他五千万 给他两千万 一千万 那这个他认为 这个叫做对价 这叫做期约 但是这个就是 不要谈啊 这个就起初了 就贪污自瑞逃利的第四条 然后钱有来往 有进有出 不 这表示你是期约嘛 我北四课给你的时候 你就答应我 在我到时候 你选举的时候 我会回馈给你嘛 这不是期约行为吗 对 就是这个 然后让我获利的将近三十亿 不是这样子吗 然后为什么今天 新光人寿 甩都不甩这个 甩都不甩台北市政府 对 现在都不甩了 给过钱了 甩了你们白白断去 我钱都给你了 你要给我鸟鸟什么鸟 我给你买单了嘛 对不对 然后新光人寿 为什么现在不开发 你知道在干什么 在干嘛 在炒地皮 炒政府的地皮 这可不可恶啊 我们要打房 要打房 要打这个炒地皮 对 结果公然炒地皮 然后台北市政府 一点皮条都没有 对 他刚刚言凤讲的嘛 这样审查资料 一模一样的重复丢给你 重复丢 羞辱台北市政府的 读记处的相关的官员 对 公然羞辱 然后你一点脾气都没有 就在这边谈荒谬嘛 怎么会有这种 台北市政府的官员 我要你上个月审查 告诉你们的问题 结果你下个月 或是几个月以后再开会 你要这种一模一样的垃圾 再送来给我 再丢一次 那干什么 拖时间 拖时间 你把我洗面嘛 你把我漏掉嘛 我就不给你 就不给你台北市政府面子嘛 给你难看 给你难看 我吃定你了嘛 那我们现在很简单 依照法令规定的话 如果这个有办法 的嫌疑的话 可不可以土地 可不可以收回 当然可以收回吧 不知道 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 但是我认为依法 是有机会收回 不是 跟他讲 你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 为什么他的那个报告 非常重要 为什么金仁宝有那个报告 有那个报告就代表 我有想法 我有想法 这个好弄好 我就直接盖了 为什么星光这两块地 没有 没有 没有这个报告 这么 我根本没报告 没有报告 我根本没想法 没有想法 我根本不知道我要干嘛 不是 他不是 我知道我要干嘛 我要高价转手炒地皮 我44亿买的 到时候我100亿卖掉 我赚50亿 60亿嘛 他们里面内部一定有个座驾 我们公共评价 现在建价下去的话 已经让星光赚了好几 赚了一倍以上 赚了五六十亿的钱嘛 他才愿意这样做 否则星光早就卖掉了 无动量多厉害 无动量 这个公司吃下来 这堆土地不可以马上切掉嘛 那就放在那边 让你这边吵架 让你这边拖三年 拖时间 拖时间是干什么 养地嘛 烂地你看要不要拖 昨天就卖了 好地拖 拖十年最好 44亿可能变成 拖了变400亿 这坏嘛 这就是回批烂货 烂财团 吃政府 包括蒋政府 蒋万安政府 都被星光欺负 正当整个计划案 办得如火如荼的时候 今天突然传出来说 蒋连同时去调查 台北市的北市科 现在台北市的 产发局的前产发局长 前地震局长 全部都被约谈 现在大家想说 这个两个不是不同的案子吗 两个不同的财团 两个不同的地点 为什么现在看起来 中间有一个县 把他们连接在一起 始终待会儿就会交代说 原来你现在看起来 在台北人 正在唯一恐惧 正在做防疫的时候 阿伯那个时候在干嘛 那时候他在忙着五大案 那个时候他忙着服务财团 而这个服务财团 这几个团团 他们彼此都有一些神秘的关联 现在如果刚刚讲到的 你先去查金华城 你先去查北市科 如果中间真的有金流的往来 他这个金流的往来 如果都跟科文这有关的话 那这个金流最后 他会藏在两个地方吗 还是只有一个地方 如果你今天查北市科的金流 或者是查金华城的金流 你真的查到了 那是不是五大案的金流 你就完全的冰购了 那如果五大案的金流 全部冰购之后 那真的 柯文哲就会牢底做出来吗 而如果真的 柯文哲未来二十年 他都要打官司 未来二十年 他都要面临牢狱之灾的话 那接下来民众党 谁来划拨 刚刚吴董已经讲了 这个时刻你就看到了 黄珊珊是不是看到了一个契机 而未来整个金华城 有五百多亿的庞大利益 那你需要强大的政治力 强大的法律力量 来互助这五百亿 而这五百亿 你如果需要政治力 需要法律的话 那这个时刻 是不是就是黄珊珊 登场的最好时机呢 好 在这一段里面 资深媒体人 杳惠珊也加入我们的讨论 惠珊你好 大家好 好 资深 刚才讲的是 今天检调突然的启动 说我要去调查北市科 调查北市科 你不是建华城办得好好的吗 你建华城到现在 你还没有交代金流 为什么 你现在又利多被分 你干嘛要分人利 去办北市科呢 结果你说 看起来两个不一样 两个不相关 可是你知道 阿伯当时是非常努力 去搞五大案 这五大案 有没有神秘的金流往来 如果有神秘的金流往来 那这个金流往来 是不是都得流到 柯文哲的口袋 如果流到柯文哲的口袋 我不管是从金华城来挖 不管是从北市科来挖 只要挖到金流 五大案就全破了 没错 事实上在柯文哲担任 市长的任内 我们就说 他火出了 帮两个财团来办事 一个是什么 威京集团 把他从这个 叶克摩ICU中 病房中边 把他拖出来 还有另外一个集团 是星光集团 为什么你看一下 他目前为什么 我们讲五大弊案 两个跟这个小陈有关系 一个是金华城 一个是万大果菜市场 中华工程 跟这个金华广场 这两个弊案 这是跟小陈有关系 另外两个弊案是什么 北市科 北市科是星光人寿 然后另外一个 南港转运站的BOT 也是星光人寿 也是星光人寿 另外一个是台市光 所以五大弊案里面 其实跟两个财产 有非常大的关系 一个是威京 一个就是星光 所以好 现在威京已经被摸了 现在小陈都还在 这个看守所里面 所以现在针对什么 针对北市科 要开始调查了 那你要想说 有没有开始调查 有啊 今天不是约谈相关的人等吗 可是我跟你讲 保洁人更早就展开了 为什么更早就展开 你说北市科早就在动了 我们讲 事实上在八月的时候 不是去这个所谓 检调到这个威京小陈的 这个省金金的集团里面 去收东西吗 收东西后来就开始 约谈省金 然后后来就把他 这个积压进去 我跟你讲 今年的六月初的时候 其实检调也做了一件事 什么事 他当时去收星光金 对哦 对 那为什么当时 去收星光金呢 很简单 星光结市吧 对 因为他当时的理由是说 你吴东京 涉入这个星光结市堡 那一是你有背信 还有你途立自己的 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们去收 我当时觉得奇怪 那你这样有必要去 收整个星光集团吗 对 他收星光集团 抱歉 收这个用意是什么 他当然是以一个案子说 我要去收这个吴东京 这个星光结市堡 但是大家都知道 他要他的金流嘛 所以你说星光人兽 早就被剪掉摸过了 对 也就是说他已经摸过了 他搞不好当时 就已经获得什么样资讯 也不一定 只是说这个案子 我们先缓下来 先来办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金华城这个案子 但是现在呢 重新再把北市客的案子 再拿出来调查 那要做什么呢 因为假设 我们假设 假设呢 客户者真的是有收取一些 相关的费用的时候呢 很简单嘛 金华城这边是来自一块进去 然后北市客这边 也是一块进去 对 那进去来说 好 我从金华城这边 我没有办法查到金流 但是如果我从北市客这边 能查到金流呢 你说钱 它是会流通的 是的 它是会流到一个地方的 对 当我这个不断的支流 会流到同一个点 是 只要我找到这个点 我金华城也就破了 或者他们两个 有相关的连接上的时候 抱歉 如果他们两个之间 我们不能说 这个两个金流 已经都到这个所谓 柯文哲那边去 有可能是什么 我先给威京 然后威京再给他 或是先给星光 星光再给他 有可能这样 所以你只要把这边 中间的金流 把它离清楚之后 你就慢慢知道 他还玩什么把戏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是 你现在看到 威京集团的清华城 已经办了一段时间 已经巩固一段时间 已经收押禁接很多人了 可你说 你这样跑财经的 你觉得最恐怖的 反而是针对星光人兽 所以我只要把这些金流 都摸透之后 你就慢慢就很清楚 这个流向到底怎么走了 那我懂了 是 为什么当时刚刚讲的 现在有两家公司 本来要去併星光金 本来要併星光人兽 现在都害他了 对 所以我就跟你说 不得碰 我就说这里面有非常多 非常深的水 非常深的水 在这个里面 那我们就讲 非常第一个 目前这个今天的新闻 北市客开始启动 约谈当然非常多人 包括说你看 约谈什么 林从杰 然后这个张志祥 还有某人寿公司 就是原大公司的 这个林姓的这个经理 来这个作证 那为什么要作证呢 目前为止 检调的认定是这样子的 第一个 因为柯市府在洽谈 星光人寿两家 潜在得标之后 他在2021年3月之后 把它拆成T16跟T17跟T18 变成三笔 然后后来原本是有 这个产业的类别 他把它变成是 不限产业的类别 让新光人寿获得 投标的这个资格 这里面就有涉嫌到 你可能是已经有 图利特定厂商的这个嫌疑 第二个 现在检调又表示说 原本是要说的 T16要投资计划 但是T17、T18之后 变成是不需要 所以变成是直立这个 变成要图利 直立是图利新光人寿 所以简单来说 那为什么要找这个 林姓金经理 因为目前会指 市政府的说法 说他有来 跟林姓金经理的说法 都不笼 所以现在这些 都是要把它理清楚之后 包洁如果可以确定 是图利罪之后 接下来搞不好 下一个要约谈的是谁 好不好 现在要约谈的是 新光人寿 相关的人事的时候 那搞不好会不会 接下来检掉再度大规模 再去搜索新光人寿 都有可能 所以我想说这个案子 真的我觉得 接下来大家可以好好看 怎么去办这个案子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 当时台北市散发局来说 我们今天要去了解 所谓的潜在投资人 我们还一个人一个的 去问这些潜在投资人 你的想法 搞了十几家 那最后为什么 搞了那么多家 为什么只有新光一家来投标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也去问了几家说 他说我们怎么知道 因为当时来找我们的时候 从我们所了解的是 你当时要干嘛 你当时要做 所谓的医疗专区 医疗专区大家又不懂 又不懂得说 我记得要付出的大代价 所以大家就止步 止步了以后 看到新光人寿得标 新光人寿得标才知道 原来你根本把这个 所谓的不限产业类别 给弄上来了 那如果大家都不知道 如果只有新光知道 那不是图利 那是什么 对 所以你看 从这个检掉 目前为止的这个证据来说话 几乎可以确定是 阿伯有图利的协议 不过我们讲 陈沛琪曾经写过 这件事情 北市科你看在今年的 在7月8号的时候 他7月28号写什么 他问他说北市科呢 跟问柯文哲 那柯文哲就说 他很自豪跟我催牛说 柯文哲自己处理的案子 这个案子是自己处理的 对 陈沛琪说是柯文哲自己处理的 他刚刚讲的 金华森跟我没关 我都不知道 八百四还是 今年三四月才知道的 而且我现在是尊重都委会 所以是都委做做 决定我的手不能伸进去 今天金华森 他是一推二五六 可是陈沛琪写了一个 陈塘正宗 导播我们再看一遍 北市科 他去问了柯文哲 白纸黑字 柯文哲自豪的 跟他吹牛说 柯文哲自己处理的案子 保证没问题 对 然后他说没有什么对价关系 他讲的都是他讲的 所以我讲 我怎么检掉 让陈沛琪在外面 搞不好会继续在写嘛 所以这就是 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好 那我们讲 事实上 所以你知道 这个案子 真的是柯文哲自己侵犯 这没有问题了吧 好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的确也是这样 我们知道 这是这个检调调查 这是我们司议员调查的 一个调查报告 里面有讲到 跟北市科相关的会议里面 我们有打信号这几个 就是因为影响北市科 非常重要的几场会议 保证你仔细来看 这是市长室 市长室 市长室 都在市长室 也就是说 这都是市长室里面办的 所以这个案子 你柯文哲不能再说 跟你无关 这个案子可以很清楚的 所有的白纸黑纸都是说 柯文哲自己办的这个案子 好 那这个案子里面来说你看 而且时间点 都是在2020年 都是在2021年 都是台北市因为COVID-19 大家惶惶不安 大家非常惊恐的时候 柯文哲一样 我一边忙金华城 我一边忙北市科 所以说他当时很忙啊 两大案要做 真的忙死他了 那我要讲 现在这个我们 北市府的这个 相关的这个调查报告 北市议会的调查报告 已经送到这个监察院 然后送到北检 还有廉政史 所以接下来 这个调查报告 可能就会开始侦办 那要讲 他们的结论是什么 他一再放宽条件 显然是未标而标 以致不符合当初科技园区的目标 因为什么 因为原本这个是一个医疗专区 就你把它改掉不是医疗专区 那人保当然是 金人保是当傻子啊 他当初的这个 当初的这个投标 金额这么高 然后当初是这样 结果你现在反而放宽 他就觉得莫名其妙嘛 对 另外第二个 这个所谓保证金调整的原因 是因为当时要招伤 因为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柯文哲的招伤成绩非常烂 当时不是被他说 你都没有招伤吗 结果没想到 他招伤都是有料服务的一个状况 另外我觉得这一点 他都比对新光人寿提供的这个 这个函发现 吴欣赢当时在任职该公司的副总 吴欣赢是副总 对 然后他没有掌管所谓不动产的这个业务 但是同时是民众党的立委 身份来说 他跟北市科的招伤有冲突 所以北市科招伤的时候 吴欣赢是民众党的立委 而且他是新光人寿的副总经理 对他当时是民单 但是他还没有这个政治递捕成为立委 所以你知道 我跟他讲 如果你再看整个案子来说 你可以发现到两个非常重要的女人 在柯文哲的身边 一个当然就是这个黄珊珊 另外一个其实可能就是吴欣赢 我怎么这样讲 你看这整个他的案子 这个所谓新光的案子里面来说 你看重点在这边 重点在2019年的11月底的时候 这个吴欣赢加入民众党 然后变成是部分区的名单 所以在2019年的11月 把钱上 2019年的9月 谁担任副市长 黄珊珊 所以等于是他们两个人来 你看这个吴欣赢来了嘛 你看整个案子就开始推动 而且回到刚刚那个关键时间 对 那开始促三条例的会议 对 开始市长会市的会议 对 不都是同时这个时间吗 对 也就是吴欣赢可能来到 这个相关的这个民众党之后 就开始展开 你看11月19号之后 然后隔一年就开始展开 你看包括说什么要条件的差异化 这个所谓的元大去拜访 这样一个状况建议把它分开来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元大拜访的时候 然后就把它拆开 拆开成T16 对 T17跟T18 然后开始又把权利金下修 然后开始又免投资计划 然后又开始这样一路的这个变化 所以你看这个时间点 是在2020年到2021年的过程中间 后来一直到最后2020年的时候 把它搞定 所以等于是说这个时间点 如果你对照这个所谓金华城的话 是一模一样的 金华城是2020年的3月开始第一次的便当会 一直到2022年的这个10月18号的这个建造下来 所以你看这段时间你看 他要搞定两大案 一个是金华城的案子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新售的这个案子 所以搞不好你看 他也一直在 你看宝姐他不是时间很忙吗 他们居然开了那么多次的会议 你看从在109年的12月17号 然后到110年的3月8号 然后110年的4月19号 开了这么多次会议 那目的是什么 就是把我的条件放宽吧 从原本一开始的三个一起 然后把它拆开成一个两个 T16跟T17 T18 然后原本是有这个医疗专区 然后后来又没有医疗专区 然后原本要整个投资计划 然后又没有投资计划 然后全力金又把它下修 所以等于是说你看 他又跟我们讲到金华城一样 他到处在退财团 在开绿灯 而且在底线在不断的 撤手的一个状况 所以今天搞了半天 柯文哲在台北八年的期间 他都在经营他跟财团的关系 然后什么在台北 什么建设都没有留下来 在台北只留下了一堆烂摊子 还有一些贪污弊案 对没说 那我就讲吧 因为他曾经说过 人家有留下五大弊案 让他处理吧 结果没想到 他自己也留下了这五大弊案 可是我跟他讲 为什么他要做这五大弊案 很简单一个理由 因为我跟他讲 最后柯文哲那五大弊案 原本要处理的 郝龙斌那五大弊案 保险那最后是怎么样 全部都盖完了 而且全部都让财团获利完结 你顶多市政府 跟你要一点钱回来 现在也是一样 反正我就硬 他这样处理过他知道 反正我硬干到底 反正这些财团绝对可以拿钱 至于说 后来他们要给我什么话 你查嘛 你能够查到对价关系 你就查嘛 反正这个案 这五个案子我跟他讲 最后一定都可以如期的完成 只是倒霉 还是倒霉到我们全民 倒霉到 市政府现在怎么去跟他 讲话 怎么去跟这些财团 去要回来 但是如果没有办法的时候 你看 最后这些财团 还是可以完全完工 而且获利入带 所以葡萄 今天我就觉得非常奇怪 是你今天进华城办的 如火如荼 现在不是要巩固证据 大家现在民众 已经跟你嗆一下说 你最多只有土地 你根本找不到金流 你根本找不到行为的证据 结果你就突然 开了一个新的战线 这个新的战线 就是北市哥 把产发局的局长 跟地震局的局长 全部都找来 反而以为是两个 不同的路线 按照市中讲 如果真的有金流 他最后会外流归座吗 如果这样子 同时搜索 去查金流的话 会两个同时开花吗 而且你讲到一个 关键点就是 黄珊珊这个时候 近来就是看准了 金华城未来庞大的开发力 如果按照刚刚之前讲的 柯文哲这样五大案 最后也都盖好了 也都获利了 也都入带为安 这个 就是未来金华城 最好的范本了 我要先解释一下北市科 北市科还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图利 一个是收费 那图利部分来讲的话 有两个要件 一个叫做民知违法 还有第二个就是说 他要本人参与 柯文哲本人参与 所以那要有人咬他才行 所以在目前来讲 我看台北市政府的报告里面 并没有把它讲得很清楚 因为有很多细节 必须要调查局再查 或是说检察官去调案 才调得很久 因为有很多是属于口头上的作证 要有人咬柯文哲才有用 对 这个图利才会成立 所以这为什么要查后面 那个所谓的18万笔 那个小额汇款 对 那个小额汇款的过程当中 一定有很多是属于要 吴东靖的关系 去跑来帮他的选举的经费 对 那好 那检察官愿不愿意把这两个 这两个把勾集起来吗 你说金华跟整个北市科勾集起来 不是 把他选举跟他的北市科勾集 当然要啊 那勾集那就 那就bingo了 那就是说你现在找了吴欣怡当副总统 结果你吴嘉捐了后面捐了五千万 六千万这个钱 到底是属于这个的 是属于帮吴欣怡选举的钱 还是去帮这个北市科的这个 打理谢礼人扯不清了嘛 所以起诉要件 其实是已经是建构是完成的 北市科 因为他这个只要有吴嘉 吴东靖家 有资金进到你的这个 柯文哲的选举的账号里面的话 或是你私人有拿钱的话 这个事情就不要谈了 所以这个很容易建构完成 我觉得这个北市科是一个 比较小 清楚而小规模的事情 比较可怕的是什么 是沈庆金这个 金华城 金华城是大案子 840%的容积率的保卫战 沈庆金只关心这个事情 这个840下来就是说 1600亿嘛 1600亿获利就500亿嘛 我要赚500亿啊 我要保这个840 那台北市政府要干什么 要把840取消嘛 所以未来沈庆金最大的 要保护的东西 他的楼地板面积 谁帮我保护住楼地板面积的总量 对 就800次的容积率嘛 那为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 黄珊珊突然间提出一个25条嘛 因为当你提出25条的时候 所有责任归政府了嘛 是政府了 那这就等于确保了沈庆金的利益啦 那如果我黄珊珊能够帮你超过这个结果出来的话 你沈庆金要不要跟我有一点合作关系啊 那他不在乎阿伯的生死吗 不在乎台北市官员这么的人的生死吗 阿伯的生死值500亿吗 你不要帮帮忙嘛 谁管这个东西阿伯已经挂了嘛 所以你说 如果黄珊珊有一个算盘 这个算盘一边500亿 一边是阿伯 不 阿伯不是算盘 阿伯是过气的 阿伯过气了 产品 他被收押了还谈什么谈嘛 他被收押是一定起诉嘛 所以阿伯已经是昨日黄花了 昨日黄花早就挂掉了嘛 对不对 阿伯已经expire掉了 好不好 不要谈阿伯了 现在谈的就是说 未来 你说阿伯没啊 没啊嘛 阿伯能够对他这个800次保卫战有什么功 没有功呢 有没有贡献 没有贡献 没有贡献嘛 所以谁能够对800次保卫战有贡献的人 才是沈庆金 才是利益之所在嘛 那今天他丢25% 不是25条 就是我帮你保800次的保卫战 对不对 那这个论述来讲的话 地狱我可能会输嘛 对不对 可以打了可以 高院 无议师可以 高院还有最高一直给你搞啊 会搞这个事情谁会搞啊 所以他在今天这个时间点 完全莫名其妙 搞一个三年五年以后的诉讼策略出来 他在干什么 他在保护沈庆金的利益嘛 帮他解套确保他的八百市法 这八百市是五百亿的利润 对 那我再讲坦白一点啦 我不要讲立法委员这样 律师好了啦 你我狗爸 我帮你雇注五百亿利益 你给我一趴的服务费可不可以 五亿了 就五亿了啊 这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我有这个本事耶 这不是普通人干的事耶 所以要有政治的 懂政治 要懂台北市政府 要有这个 要懂法律 要懂本案 这非常复杂 可是黄山山如果这样搞 他不会对阿伯有点愧疚吗 不是 这个阿伯 政治只有看明天 没有看昨天 好不好 政治没有人看昨天的 政治只有看明天的 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看我们多少的昨日黄花 不要再谈了 阿伯今天从被收到那天 他的政治生命就已经结束了 真的假的 然后黄山山抓到这个事情以后 就抓到整个扭转 整个全局的枢纽人物嘛 他拿到这个案子以后 他提出这个论述以后 多勇敢啊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人不见了 黄国桑不见了 这谁与争锋嘛 很简单嘛 就是你昨晚必投给你了嘛 投给你了 这整条事情就是我的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很 这个东西你要知道 什么东西都要跟着钱走 那这个钱太大了 几年难得一次 而且折审形象那么不好 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特质 什么特质 今天很简单 柯文哲跟黄山山合作对象 都是倒霉鬼 吴东京是不是倒霉鬼 谢谢倒霉鬼 沈兴京是不是倒霉鬼 谢谢倒霉鬼 倒霉鬼有什么好处你知道吧 好不缺 出手大方 因为我没路走嘛 我已经到这ICU了 心菜你怎么装都没关系了嘛 他们都懂这个道理 找倒霉鬼谈判最容易下手 好 所以会长 那柯文哲真的已经过气了吗 他已经怕死了吗 他已经没了吗 没了以后我就要开一个新局 开这个新局 看起来黄山山是看到了一个新局 看到这个新局就代表 反正乖师该走的走 该关的关 该抓的抓 这个跟我的没有关系 我看到是什么 我看到是金华正 我看到金华正 那是500亿的利益 那是840亿的容积率 造成了庞大利益 所以我要玩这一局 而对沈七级来讲 我根本是退无可退 因为沈七级你讲说 他财务状况非常高 非常差 他非常差的状况 他要翻盘 他要补一笔 就是靠这个了 是 宝洁哥你说 柯文哲是昨日黄花 对不对 那黄山山 他离昨日黄花 也就在一条线而已 那一条线 只要沈七级把他咬出来 他可能马上就步入了 那个阿伯的一个后尘 这就是为什么 他现在出来感觉上 要激励 你会想说 你到底在帮阿伯 帮沈七级 看起来还帮沈七级的机会 比较多 那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他们两个可能也是一个 命运共同体的状况 那现在我们事实上 已经从昨天这个爬树当中 发现沈七级 他的整个威精集团 跟他的整个顶月 可以撑到现在最主要原因 就是遇到大贵人 柯文哲 你知道柯文哲 他在帮他 我们现在 在进一步爬树之后 你就会发现说 沈七级的财务漏洞之大 尤其在2000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他真的是挖东墙 补西墙 我昨天还只有想到说 不是2019年的时候 发现说 他有一个大概90亿 你知道那个90亿是拿来干嘛吗 盖逃租引员 他盖逃租引员都没钱 是用他们又去一个银行带了90亿出来 去盖逃租引员 后来盖一盖 他本来说你那个2018年你要到期了 他说拜托你再给我们展颜一年 到2019年 2019年我马上就把我的金华城卖掉 金华城卖掉就有钱进来了 结果你知道吗 他金华城不是在搞吗 再搞一搞他的那个逃租引员 那个90亿 他后来竟然想办法又延待延待延待到2021年 年底为什么他可以就是因为他说我的金华城 现在已经不是300多%了 现在有机会变568 568还有机会到840% 他就是不断的说我告诉你 我现在这个价值越来越高 所以你在想办法让我延待 所以你说从300到了500 从500到了800 这个关键不是说我今天赚到了这么高的容积率 我未来可能有很多获利空间 更重要的是我拿这个去哄金融单位 哄银行说我有暴利 你给我一点时间 如果没有任何想象空间 他如果就在560打住了 他就会像一个骨牌一样全部倒掉了 是 而且他不只是说有一个想象空间 第一个他变成要付出什么代价 就是你的利息比较高 所以他那时候本来要预期筹资350亿元 盖这个金华城的利息是2.02% 后来因为关股全部都不摄入 后来是星光金跳进来 他利息变成2.4% 所以就是变成是他要付很高利息 所以他利息非常的沉重 第二件事情 当你的那个淘宿影员好了之后 你知道他又搞一招什么招吗 我真的是佩服他 他不是完全卖不出去吗 他也可能没有很想卖 结果他就创造价格 什么叫创造价格 他又左手又卖右手 他的谁去买 就是他自己去买 花了用每瓶600万 去买那一户18亿 结果买了18亿之后 是不是变成每一户都至少18亿起跳 有这个gay单 所以本来每一户可能只10亿的 他现在说没有 我现在每一户至少20亿起跳 所以他又把这个淘宿影员 又拿去借钱 拿出从淘宿影员借出来的钱 再来去帮那个金华城或其他的 就这样弄 所以他不断地挖东墙补西墙 你知道吗 他就是拿东石化 所以他只要有一个接不上 他就完蛋了 他只要有一个 他其实真的就是什么 几个锅子几个盖 他只要有一个出现了漏洞之后 他就完蛋了 我们差不多讲了 你十个锅子八个盖就很厉害了 他十个锅子五个盖 我跟你讲 最厉害是在2021年的时候 那时候有一篇报导 2021年的11月5号 就这篇报导 你看这写得很厉害 他说奇怪了 你这个明明你有一个80亿的 一个连带案 刚刚讲淘宿影那个连带案 你付不出来 你80亿你付不出来 你公司又在亏损 那你另外一个部分是你的顶月 你要带一百三百五十亿 结果你只有筹到一百五十亿 照理说你有一个80亿的欠债还不出来 你还有一个两百亿的缺口 你缺了两三百亿 结果他说 微金小省老神在在 他为什么敢说 微金小省老神在在 因为那时候事实上 这个很厉害 他才2021年 他就说只要他们从本来的 五百六十趴的那个容积率贯保到八百四十 所有的问题全部都解决 现在我们容积率那时候不是什么 二零二几年也是合给他 有没有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市场上每一个人都知道 他在玩什么游戏 就是他把这个东西 不断的去创造他的价格 这个东西本来只有五百六十 趴的容积率 然后他就把想办法 给他弄到紧绷八百四十 多出来的全部都是省进金 未来的资产 所以他就说他根本不怕 我现在再多不愁 因为我只要把我容积率弄到高 我所有问题全部都解套 也就是进化广场 你如果真的有财务问题 我可以找人合资 我最不近的时候 我再来标一次 可是对他来讲 最厉害的就是 我直接做什么工作 我直接把容积率灌到满 灌到保 灌到保从五百六加到了八百四 我加到八百四以后 我多的这些钱 我就不担心没有市场了 是 而且我跟你说 刚刚就是 吴董刚有点说 他怎么一千六百亿 他至少赚五百亿 我跟你讲超过五百亿 因为那时候他们就说 他那个整个盖到 五万多瓶的时候 其实戴德联行已经估说 省进金至少可以赚一两百亿 那时候只有五万多瓶 他都可以赚一两百亿 现在是多少瓶 大概十二万瓶吧 那你说他 多一倍了 不是只多一倍 他后面多出来 几乎都是他赚的 所以你就知道 他的省进金太厉害了 他就 他的其实所有的企业 我都现在帮他看 忠实化所有负债 加起来超过五百亿 他所有东西 其实都是从银行借钱出来 东长西长 然后他只有一件事 养地 养地 然后把那个容金率 吹到紧绷 但是你这个过程 我一般人弄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政商关系 我们不要说什么 一瓶换四瓶 我们一瓶换一瓶 就要跪下来跟他们 现在就有人讲 同样是摄子岛 摄子岛 你叫一瓶换一瓶 你就说摄子岛 你好贪婪 你太贪婪了 就进化 跟你一瓶换四瓶 刚刚好 对 宝洁哥 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资料 你知道他公司经营到 有多烂吗 我跟你讲 中石化 他现在是这样 中石化今年上半年 第一届 上半年赚0.12元 加起来大概四五亿 连负利息都不够 然后他2023年是亏的 2022年 也是几乎没有什么赚 你看 他的那一个 相关的存货 他的一个叫做 存货销售平均天数 你猜要销售几天 几天 564天 那怎么办 你怎么回不回去了 所以你说 这家公司 有要再认真做生意吗 没有 没有啊 他从头到尾在干嘛 他就是等着 他的一个土地资产 然后不是养地 养地之后 然后再弄 所以他现在出现大问题 什么大问题呢 因为科匹被查了 因为中石 金化成被查了 所以他们现在资产出现个问题 锅子盖不够了 被发现了 中石化在8月22号的时候 宣布 他们把四块土地全部卖掉 平利卖地了 套现76亿 要来补这些相关的漏洞 现在你知道 那个我刚刚讲到 星光集团 接他的147亿 149亿的那个连带 有没有 他们预计 他们是四年的 所以换句话说 快要到了 快要到了 所以陈庆金花了二三十年 吹了这个泡泡 会不会泡沫 就看这一次检调办的结果 好 对的 刚刚吴总讲 阿伯已经过气了 现在所有人在玩这一局 根本就没有人把阿伯的这个生死 你的所谓的牢狱之灾 你这个时候 你的前途 你的未来算在里面 大家都盘算在里面 盘算自己 而且盘算庞大的利益 真的是这样吧 阿伯真的没有了吗 你知道阿伯现在关在这个台北 看说说里面十几天了 宝洁你知道 现在民众党是哪四个人 在这个等于说 执掌整个民众党的未来吗 新的四人帮四个就是 一个是精神领袖陈佩奇 第二个就是黄珊珊 第三个就是黄国昌 第四个是蔡壁鲁 而后三者三个人 在抢民众党的主导权 那黄珊珊为什么连续 两次开记者会 她两次开记者会 不是在告诉这个社会大众说 阿伯哪里犯法 阿伯哪里有错 她不是这样讲的吗 她说台北市政府有权 有权有法 那么依法有据 可以增加百分之二十的 冗击率 她是这样讲的吗 她是地方政府权限 没有错 那我请问大家一件事 如果黄珊珊说的是对的 她自己本身是律师 现在整个民众党 两个唱双黄 一个黄国昌 一个黄珊珊 两个都在说 阿伯是对的 阿伯没有错 那我问你 那这个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们 还有廉政署的廉政官 调查局的调查官 都在做犯法的事 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 也在做犯法的事 为什么 因为你竟然才准 把阿伯收押净件嘛 那这些人 全部在做犯法的事吗 我更不了解的是 那么黄珊珊这几天 不是在讲说 公务人员不会去做犯法的事吗 这你讲这句话 我听不懂 为什么 我跑社会新闻三十七年以来 请问哪一个 因为贪账王华 收红包被抓去关的 贪污抓去关的警察 不是公务人员 对 刚刚才被监察院弹劾通过 柯文哲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殡葬管理处的副处长 因为贪污受贿 所以被弹劾通过嘛 他不是公务人员吗 当然是公务人员 他是公务人员 为什么公务人员 黄珊珊不是说公务人员不会去做制裁 不是我最佩服黄珊珊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他可以睁眼说瞎话 他可以这样讲这些话 那他现在讲说阿伯都没有错 对 如果你都依法行政的话 那么按照规矩 对不对 按照这个法规 全国统一 中央国土署里面是最高的相关的农机 奖励农均率是20% 不过不好意思 他有一个前提就是 你必须要完全迂法有据 很简单 你给他什么奖励农均率 如果你今天是 奖励农均率的部分是包括停车奖励 你的那个大楼啊 下面愿意分享给人家停车场停车位 那可以奖励停车 你如果是离捷运在很近的几百公尺内 有奖励农均率 你如果是都更为老建筑的话 有这个相关的奖励农均率 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这些通用必须通用一致性 还有就是公益性 不可以单独的去图立 某个特定的这个财团或个人嘛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 今天有五个人会压在这个台北看守所里面 为什么会传了那么多公共论言 更何况超过二十几次 包括台北市的前副政长林青龙 台北市的前都华局长这个林周明 包括这些相关的 包括法治局在面这些人 还有都省会的委员们 都跟你讲 这个有图立的问题啊 林周明是白纸黑字写在这个 等于说备忘录上面 难道这些人都疯了吗 难道所有人都没有法律素养 就只有你黄珊珊有法律素养吗 好 黄珊珊讲了这些 她在做什么事 告诉各位 以前三国时代 曹操夹天子一定诸侯嘛 她现在旁边 你们有发现 陈佩琪的旁边就是黄珊珊吗 到哪里从台北地人走出来 是黄珊珊带到她家去 柯文哲走出来 黄珊珊上了她的车 上了黄珊珊的车到她家去 然后呢到北索区中九节的前一天 晚上九点 也是黄珊珊带她来的以后 拍了一个影带嘛 今天晚上黄珊珊要到美国去 好像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还有媒体有更大肆的扩大的报道说 民众民进党的极高层来拜托 我跟那时候还没有进台北看守所 柯P要协助通过2800亿的潜艇 我告诉各位 执政党的这个等于说 执政党的要员 去拜托主要在野党 这不是应该的事情吗 然后呢另外就是 他们还放出风声就是 因为呢要到美国去嘛 为什么 因为柯文哲现在不能去嘛 好像去美国市 哇美国政府好像很了不起 去参加台美相关的 国防军事的这个工业会议嘛 好像很了不起的是 错 2002年以来 执政党之外 都会邀请这些主要在野党 都会去啊 去年第一个去的是 你民众党第一次去 谁啊 就是那时候被提名 要选副总统的这个吴欣宜嘛 那是你们第一次被邀请 这次是六月的时候 在台湾的举办这个 美台相关的国防论坛的时候呢 军美国军火商去拜访你 在柯文哲的时候 当面邀请你去的 你以为是美国国防部 看你了不起啊 每一年这个美台的军事 这个相关的这个会议呢 都是由我国国防部的副部长带队 主要的政党大家都会去 民进党什么都会去 所以包括潜艇包括什么 我们在这个会议里面 跟美国要很多的东西 要买很多包括F35啦 潜艇的武器等等啊 好像你环珊三 真的那么重要一样 没有 你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现在没有想到 开始北四科也刚才开花了 北四科刚才开花 很清楚 今天市场市的备忘轮已经出来了 结果都是柯文哲搞的 而且更不要的是 时间点 2021年的3月3号 2021年的4月19号 这什么时间 刚好是台北疫情大爆发的时刻 对 宝兰哥大德群的柯文哲 为什么坐在疫情期间 做那么多怪事 然后特立独行 想一些突发奇想 后来才发现一件事情 因为他的心根本不在疫情 他的心不在防疫 他心在哪里 心放在如何去服务这些财团 还记得吗 2020年的时候 同时出了进华城最重要的就是北四科 但柯文哲 我们讲哦 宝兰哥 问他进华城 他说 没有啊 宝兰哥 那个是共事决 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 结果各位 来哦 北四科 全部就是柯文哲 一个人拍板做决定 第一件事情 3月3号那时候 市长市会议记录 就在市长市开的会议 他说什么 柯文哲组织 我们决定把三个基地 一分为三 个别招商 宝兰哥 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捩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星光 请问一下 原本单独整个这么大的面积 三个 16 11 18 加起来 他吃不吃得下 吃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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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所以他跟你讲说 明明国内有那么多其他的 大的受刑公司 财团都可以去私下 他就硬要把它一分为三 而且不好意思哦 分的这个纪录 为什么要分 有什么理由 不知道 因为根本没有录音档 完全没有任何会议记录 而且到了我们讲4月19号 他另外一个关键是 除了把这个东西一分为三 以外 他还说 有利长期产业发展 而且弹性 不限产业 这个所谓的类别 不对啊 你以前就是用产业的类别 你把人家都赶走了 你把人家赶走 人家不想来了以后 你突然偷偷摸摸地 把这个限制产业给拿掉 限制产业拿掉 只有谁知道 只有星光才知道 关联工的谈面讲 冲头到尾 这个真正的问题 16 17 18 为什么招标不出去 为什么留标两次 第三次才成功 根本不在于面积大强 而是在于这个 限制产业类别 你知道这限制产业类别 是什么吗 我今天不管是你 一万公顷还是几公顷 你只要有百分之二十 他说你一定要给我做什么 医疗专区 对 自卫医疗专区 那我就请问一下 今天大的建设 大的售检公司 今天除了医院有关之外 谁有办法就做这个啊 没办法 所以再便宜也做不到 他是到后来 第三次之后呢 拆分 当大家眼睛目光焦点 通通放在这个拆分三的时候 再偷偷把它放在后面的时候 我们不限制类别了哦 那保留各位就请问一下 有多少厂商知道这个讯息 都不知道 有有一家知道 星光知道 对 星光因为他有一的 他都知道 反正我都行得通 所以这个搞定之后呢 他到了4月19号的时候 才召开我们讲的 整个另外一个 市场被晃录会议 他又说 我们呢 踩二阶段招标 而且来哦 各位又偷偷摸摸 16呢 三阶段 17 18呢 两阶段 你如果不仔细看 你就不懂这个差别在哪里 他就讲 17 18不用投资计划书 换子地也给你拆了 桌地板也不给你限制了 计划书也不用了 然后呢 连权力金 把这个都往下修了 你看 三个月望一次满足 柯文哲变成建达助基站 直接全部通通看法 里面有大奖 送给星光 而且我觉得最夸张是什么 这个会议根本没有讨论 这个会议刚刚讲 几点开的 五点开的 几点赛会 五点半赛会 就代表 两个副次长没有参加 而且我可以说 进来了以后 我宣布内容 就结束了 对 因为当你问他金华省 他说 那个都有公开记录 全部通通通在透明上网 全部都杜维会决定 但你问到北市客的时候 他都不讲话 他都不说 为什么 因为全部没有记录 全部都是柯文哲 一个人拍板决定 而且这是我张宇轩讲的吗 不是哦 今天问到地震局长张志祥 张志祥他说什么 他说那个是市长自己拍板的 问到杜维局长林同吉 他说那个是市长拍板的 所以所有人 现在千副手指都说 光北市这个案件 柯文哲绝对跑不掉图利 为什么 因为从头到尾 没有人替他做决定 也没有所谓的共事决 就是柯文哲一个人拍板 我就是要送给金光 即便我们讲小兄弟 想要来标 即便我们讲国内其他厂商 都想来标 但柯文哲独排众议 两声打造一个 别人都进不来 只有星光能够顺进来 按照他身形 所描绘出来的一个巧门 所以这不叫图利 什么叫做图利 好 所以小编 柯文哲什么那么敢 你直接讲吧 他在有一个国际 非常著名的科技公司 也想来 那个科技公司的时候 还说他里面特别特别的 他说还特别打断跟他讲 不要 你不适合来这里 现在全台湾都在争取科技公司 争取科技公司 你就可以找到 省英说是 受薪薪水最好的产业 而且你可以带到 所谓的现在最好的龙头产业 结果你现在用一个 所谓的医疗专区 把人家给赶走 把人家给赶走之后 你再把这个医疗专区的 限制给拿掉 不但拿掉了以后 你还只有让一家知道 我跟你讲 那个袁大 比豆豪渊还圆你知道吗 你知道在放风 我就是要星光 到处放空气 袁大其实从头到尾 并没有要标这个 T17 18 没有 没有 我跟你讲 袁大我也熟嘛 我也问了 我也问了公务员 在你的节目 我把真相讲清楚 袁大那个 那个所谓的罗生门事件 我讲给你听 一个上午下午弄错 算了至少同一天 袁大有没有去 有 可袁大去 袁大是单独 一心想要伪创那块地 然后他一个人标 伪创开始没来标 在内湖那个科技 远去用地 他就去投标 打枪 很想标打枪 打枪以后 就寄一个风声说 你被打枪 你没有了 你没过 一家审核也没过 然后后来打电话来 袁大老板多高兴 喜出万万 败部复活 我就 没有跟他讲 把他骗来 讲的是那个 伪创的那块地 把他骗来 就伪创绝口不提 袁大当然一直讲 伪创怎样怎样 他跟他讲什么 十六 十七十八 把你人骗来 我有 我有找金控 我跟你讲 又有星光 还有袁大 袁大有金控 还有建设公司 那个总经理 那个董事长张志胜 也去了 等等等等 结果 他是玩这个游戏 一方面劝对 灰熊的老板 你家五千亿游 那个很厉害 一方面 袁大的条件 比他更优异 然后把他弄来 有哦 我跟你讲 我有找袁大到处讲 好 今天重点是什么 重点你 你飞标两次 那为什么 你在星光标的时候 你应该 星光跟这个 这个金人宝 他不标到八十亿吗 底下四十亿是公开的 你是标了四十二十三亿 多两十三亿 他棒锤多付了四十亿 然后怎样 大家也在怕 另外呢 你同一天弄 同一弄的话 就变成 你要有所 有所的取舍 当然 前面留标两次 是不是标出去最重要 你当然要拆成两天嘛 隔一个月 隔半个月嘛 不是 他把所有条件 全部绑好 那星光得标 所以真的那一幕 有这个故事 所以难道今天 所有人都 反咬柯文哲 这是反咬柯文哲指示的 这个导大没了 我跟你讲 这个故事更精彩 两个副市长 一个导大没 一个是很聪明 就是蔡壁如讲的 蔡壁如讲说 她是律师了 黄珊珊都知道 夺法律 就只有这个 我跟你讲 这跟黄珊珊有关 关系可大了 什么也没关系 前面 没到潜水区的时候 黄珊珊都盖章 因为他是督导的 他是 惨发局 是他督导的副市长的业务 然后督发局 就是彭震生嘛 两个分工嘛 两个是副市长 结果蔡壁如看 突然突现一个公文 黄珊珊踩刹车了 就蔡壁如讲 我不盖章 因为有一个标案 上去以后 然后连正锋市都干掉 鼓掌发言 科长发言 全部正锋市说 这个就是 就是土利 就直接讲出来 比金华城凶多了 这个案子 黄珊珊一看 你说这个土利的嫌疑 比金华城更明显 直接对干 跟市长 为什么要对干 你正锋出都看不下去 正锋出来 那个科长 不是被海贝掉走吗 等等 我们在节目讲过 好 黄珊珊一看 连正锋都出来了 这个会出大事 律师懂 从此不盖章 那不盖章 叫彭珊珊盖 彭珊也盖 盖一盖 不行 这个也不是我的业务 干我怎么那么傻 那阿伯逼我盖 我就盖个一两次 敷衍一下 好 回到这个构成 阿伯图利最明显的 两个副市长 没有开会副市长不去的 类似便当会 要备忘录 有没有 这个 来 一 柯文哲有没有 柯文哲在 二 是不是陈志明 秘书长 陈志明他真正的心腹 陈志明本来是交通局长 后来升副秘书长 后来又升秘书长 中览大权 陈志明他的第一爱将 然后再来 林聪杰有没有去 去 再来一个主任有没有去 许建会去了 四个人就 四个人决定了 没有副市长这个看不在 所以他就弄 所以这个案子 彭正生 特别是黄珊珊 是有机会闪掉的 阿伯自作自受 对 吴总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黄珊珊最厉害 黄珊珊最神秘 刚刚讲 柯文哲在最后的时间里面 把所有的毕生功力 全部压在身上 后来连第二预备金也用了 也全部给黄珊珊 还陪他拍了很多影片 也都给黄珊珊 我什么都给黄珊珊了 可是黄珊珊却 所有都躲掉了 什么都没有 我觉得黄珊珊 没那么厉害 但是从这个 最近在北减的消息 来看的话 北势科要开始调查 那北势科 现在我们谈了半天 都是几个重点 第一个 这个是 整个游戏规则的变化 从松转紧 然后开始奇奇怪怪的怪招 这里很多 很多这个柵欄 对 造成这个星光以外的人的参与 就排除 他的两招 一个是排除掉 那排除的招式 都是柯P亲自下命令做的 对不对 可是中间还有很多公务员参加 所以程序上是合法 所以没有构成土力 因为程序合法 然后第二个部分 他让他标到 标到这个关键来了 总共有几家公司去领标 九家公司领标 我公开招标 柯P一定会这样辨认 公开招标怎么办 公开招标我没有土力 因为你 他们不来我怎么知道 结果我认为 在这个案子上面 检调一定会做一个重要的动作 第一个 你怎么变成一家来投标 其他八家都不来投标 第二个可能性更恶劣 什么恶劣你知道吧 就是由台北市政府 泄漏领标名单 给星光寿 让星光寿一家一家 跟他是搓原子汤 为标 我觉得这个行为 比较可能性比较大 因为这是稳的嘛 对 否则的话我这个金额填不下去啊 我怎么知道 昨天半路杀这个藤晓金 当年一开标 你说他怎么敢丢四十亿 那么有把握丢一个低价进来 绝标 那一定有类神通外鬼 那这个动作检调会不会查 一定查得出来没问题 所以没有 可是这个就算是有泄漏这个底标 泄漏名单 这也是公务员违法 这个不是柯P 办不到柯P 你知道吗 所以那这里面就有学问 那是这个整个事情跟柯P之间的关系在哪里 所以我讲两个部分嘛 一个是保障他得标的那个是守法 最后的泄漏名单 表面上公开招标 实际上在围标 可是那这个东西办到公务局局长而已 就是投标单位 对 所以那问题是那怎么样查出来 对 那跟柯P没有关系啊 跟柯P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柯P可以很容易逃脏 让柯P有关系都要在哪里呢 就是有关系 就是这个连结 就是柯P跑去跟吴东进 去谈这个事情的时候 把这整个事情告诉吴东进 这个才是环节问题 关键在吴东进 当然是吴东进嘛 吴东进凭什么有把握 整个计划能够这样子 作战计划能够 能够搬上台面嘛 这是整套作战计划 这个作战计划就是在他们 在这个整个市场市 一次两次三次的会议当中 那这个会议当中 最后的结果 他怎么会 吴东进怎么不知道 那吴东进不知道的话 新售怎么敢去出一支标 对 新售如果说我是新售的话 我安全一点的话 我出三支 我跟元大接一支 跟这个阿猫阿狗接一支 三支标一次把解决掉 所以他有第二个问题 应该要一支标来投标的话 当天不能绝标的 因为为了要维护市政府的利益的话 你要当场废标 重开一次 对 这重开一次才两个礼拜 一个月有什么关系 他没有 当天把绝标 所以那个绝标是一个怪异的行为 可是怪异不等于违法 还是不等于违法 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的关键 检调怎么查 是查出来吴东镜跟柯P直接有一个犯译的联络 这个才会成案 这中间的东西都是空的 那吴东镜有没有一个个打电话去拜托 甚至于柯P我们去拜托 你们不要投标 市府有没有劝退 这也是关键 这种就是要犯译联络 这个如果架构完成的话 那柯P就跑不掉了 如果没有到这个情况的话 北市科非常难办 跟他不是讲吗 我先把你两次的备忘录都拿出来了 你都市长会 市长市开会 市长自己觉醒 还不够吗 关键在最后那个关键 他公开招标 我这么 前面怎么不合理都没有关系 我后面公开了嘛 公开我没有排除任何人 我复合采购法规定 所以关键在那个公开招标 那个公开招标 其实也是一个 整个游戏里面的计划一部分的话 这个犯罪才成型 所以最后那一点是最重要 我认为那整个作战计划 吴东京应该是全盘掌握了解 跟柯P一样 那这两个同样是叫做 同样的就是共同正范 我这一看人家台 我也觉得很奇妙 怎么会有一个坐牢 坐到这样神清气爽 坐到你的黑发变白发 坐到你的腰杆打死 坐到你的皮肤状况都变好了 柯P他一开始针对他这一次被羁押 并没有提出抗告这件事情 事实上大家有点迟疑 结果后来发现 柯P怎么感觉好像回到自己的老家了 整个状态越来越好 看起来并没有 真的 太变胖了 而且好像还蛮悠悠致的 其实现在大家在讨论一件事情 就是柯P看起来还蛮气定神仙的 那他气定神仙的底气从哪里来 我认为他的底气来自于 他认为目前检掉 还没有逮到他的完整的精灵 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了 你看现在我们这个标题 我们一直在讨论所谓的这一个 北市科的案子 我们标题直接下 比图力精华城更夸张 对不对 那现在有人谈到北市科的前进跟后线吗 没有 对啊 为什么 连比他更夸张的前进跟后线 我们连讨论都没有讨论 为什么 因为现在目前为止没有看到什么可疑之处 唯一觉得可疑之处的就是 你这一个当时搭档的副总统的候选人 是这个得标财团的长公主 那这个得标财团长公主中间里面 等于是说从头到尾 你在从事这个案子 这个标案的过程里面 这个人跟你明明就有所谓的利益冲突 但他同时又是你们党员 又是你们不分区第七名 后来还成为你们的立法委员 到最后变成了你副总统 其实这中间有很多的过程 是有利益相关的一些往来 但因为目前为止 全部都没有浮出台面 所以目前为止很难去论定到 所谓的行贿这一块 那这就是妙了 我在柯文哲心里想说 你们大家把我讲得跟 多厉害多严重 然后怎么样一样 钱你就逮不到 所以光是北市科这个案子 我觉得其实是更棘手的 目前讨论到现在 我们一直说他图立的行径 比金华神更夸张 而且不要忘了 他摆迷了 那个许胜雄 他们是花了八十多亿才买到 他这个四十几亿都得标 光是这个一叉叉了四十几亿 但是你有查到任何金流 任何钱金 任何后屑的问题吗 没有 目前为止没有 所以如果我是柯文哲 我就心里想说 好再怎么样 就可能就是图立罪 但行贿罪 他的心里面判断 检方应该还没有抓到重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